沙漠上的駱駝大軍是甘肅旅遊招牌項目 但這兩天天氣熱道 集體罷工 天太熱了 駱駝最怕它已經起立不知了 佈置亞洲換到美國加州死亡股 溫度計更出現攝氏56度高溫 讓遊客猛拍照 留下歷史一刻 我會用一個 沙漠 它很熱 超過激烈 超過激烈 死亡股一年比一年熱 而歐洲羅馬氣溫更飆到41.8度 創下七月新高溫 地球仿佛進入燒烤模式迎來最熱七月 大氣溫度從赤道開始往外擴散 真片都紅通通 六月底海水溫度氣溫創新高 南京冰覆蓋面積也達到新低 更在7月6號全球日均溫 打破10萬年以來記錄 7月到7月19號為止 不管是全球的氣溫 或者是全球的海溫 看起來幾乎都是歷史同期最高 那超出平均值一度以上已經是史上 所沒有欠過的一個狀況 最新海水溫度去年20.6度 今年同期高出0.4度高於平均值 大氣溫度也一樣 實際測溫去年16.72度 今年超過17度 再看看赤道以東的海面溫度 過去多1.5度已經是聲音的中等程度 但今年多出3度影響更劇烈 甚至預估會持續到2024年春天 冬季的溫度也會持續是一個 居高不下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今年很有可能的確會是 史上就是溫度 氣溫跟海溫都有可能是 雙破紀錄最高的一年 今年是明顯的剩一年 再加上熱窮頂現象 地球熱上加熱 極端氣候超無想像 什麼時候地球能退燒 還是未止數 發生將迎來成為台北通報道 聖音再加上熱窮頂 使得今年的7月 已經是破了10萬年來 迎來最熱7月 而且還可能要熱到2024年 這麼熱到底該怎麼樣 預防熱傷害呢 事實上現在的熱 以往大家的概念 恐怕是停留在11點到2點中 但現在可能會熱到傍晚 甚至會中暑 戶外運動工作者 都必須要特別的留意 有沒有降溫的佩服呢 要告訴你的事 日本學者提出了 手掌的散溫法 台灣也有醫師提出 用冰涼的毛巾 敷脖子10分鐘 就能夠快速降溫 揮棒跑壘 考驗團對默契 棒球小將們 頂著30次度高溫 在球場上揮灑汗水 即使今下午3年多 也下過一場雨 但天氣還是很悶 不只狂喝水狂擦汗 教練也怕選手們 動不掉 熱到會頭暈 然後這時候就是要趕快 讓他補充水分 或是下來休息 半小時到40分鐘補充一次 不定時的補充 如果小朋友口渴的話 就可以喝了 除了戶外運動 外送員們也得頂著 太陽爬爬走 防曬工作不能少 也平平補水 天氣這麼熱 該怎麼快速降溫 日本有學者提出 手掌降溫法 手掌的AVA血管的血液流量 是微血管的1萬倍更好散熱 只要握著15度左右的物品 就能加速降溫 只是其他醫師指出 一般人不會有AVA血管 恐怕不適用 另外這也還沒經過科學認證 想要降溫 還是建議這配方 比較大的血管 就是第一種脖子 這頸動脈的地方 再來就是腋下 腋下有兩條硬動脈比較大 脖子你可以鋪個毛巾 就可以直接散熱 吃兩毛巾 冰敷10到15分鐘 或是利用灑水 水分蒸發也帶走體熱 另外太陽曝曬下 別打赤膊 否則溫度急劇上升 超車身體散熱速度 而想散熱也不是 越冰越好 打冰水 它又能沖人水澡 可是到最後血管收縮 汗流不出來之後 反而核心溫度會變高 對 它反而造成體溫 散熱散不出來 太冷讓血管難收縮 反而造成反效果 但醫師提醒 最重要的還是別等口渴 再喝水 要隨時補充水分 才能避免熱傷害 巴蒜家庭賴城委 台北朝暴動